佛法在这个世间也会消失 什么时候消失呢 还有九千年 所以外国宗教讲世界末日 佛教没有这个话 佛教释迦摩的末法是一万年 现在才过去一千年 后面还有九千年 怎么会是末日 佛法灭了 还是有人在继续学习弘扬 那是什么人 地藏王菩萨 这个经上都有 地藏王菩萨本源经上也说得有 释迦牟尼佛把没有福在世界 这一段时期 众生很辛苦 这个救苦救难的工作就拜托给地藏王菩萨 让他代替佛 来教化众生 地藏王菩萨叫什么 最重要的叫小道 菩萨的名号 就像我们学校的 学习的科目一样 地藏王菩萨这个科目是什么 科目是伦理 它叫伦理 观音菩萨叫慈悲 就是叫爱心 要用真诚的爱心 去爱一切众生 这一切众生里面 包括的范围很大 我们讲出生道 卧轨道 地狱道 还有 动无 植物 乃至于山后大地 没有不爱的 一品慈悲 观音菩萨是叫这个的 这个是孝心的扩大 所以地藏是根本 学佛从他的学习 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 第一条 孝养父母 奉死死长 慈心菩萨 修十三叶 第一章菩萨叫的 从第一章提身 就是观音菩萨 把这个爱心扩大 扩大到 整个宇宙 没有不爱的 没有不关怀的 没有不照顾的 没有不帮助的 大爱 再提升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叫智慧 就是今天 科学根秩序 宇宙之间的奥秘 登峰造极 真是智慧 不是知识 最后一位是 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叫什么 叫把你的 孝心尊死 你的大爱 你的智慧 落实在生活 落实在工作 落实在厨师 带人 解父 全用上了 所以文殊菩萨是世界 要把它做到 他做榜样 做出来给我们看 这才真正幸福人生 真正快乐无比 发喜充满 长生欢喜 这个四大菩萨就等于四个学院 大学四个学院 院里头在分析 所以他真的 他是一门学校 我们中国四大名山 就是四个学院 九华第三菩萨 五台文殊菩萨 菩陀观音菩萨 这个 这个 合眉 菩萨菩萨 所以你细细去观察 他是教育 但是现在人 都把它当做神 去去去膜拜 这就迷信了 完全错了 地藏是谁 是自己 我修地藏法门 我孝顺父母 尊敬死长 把这个孝靠到 爱我的家人 爱我的家族 爱我的邻居相当 发展到 爱国家 爱社会 这是地藏菩萨 地藏是自己 观音也是自己 文书朴先生 统统是自己 代表自己的信德了 不得太 不要 太好了 太好了 我修地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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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